各位朋友大家好 各位酒内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 那么我今天呢 目前呢正在给大家 这个讲一个系列 也就是说圣经到底 讲的什么 圣经呢是一本非常棒的书 它不仅是一本书 而且是一个信仰的基石 它是神的话语 那么世界上呢 语言翻译成语言最多的书 就是圣经 那么呢发行量最大的也是圣经 而且通过单纯 从一本书或一套书来讲 能够对人类 整个全人类影响最大的 莫过于圣经 那么如果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对圣经啊 没有读过或者不了解的话 是非常遗憾的 可是读圣经 那反正中文那么你看呢 还这么厚啊 对不对 那么呢 它还有旧约新约 一共是66卷 那么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历史 典故人物世纪 还有是它以这个神的角度啊 结合这个2000年以前的伊斯莱人 他们的生活 然后呢 给我们这个用历史的方式来记载下来 所以理解起来 到底圣经啊 这个它讲的什么的话 是相当不容易一件事情啊 那么呢 我们是靠着神的带领 也是呢 那么我这么多年以来 从2001年新竹以来 大概19年了啊 那么我过去呢 在四个大学工作 那么我现在有神的护照 那想把这个圣经呢 用比较简调的方式 然后介绍给大家 那就是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好不好 那么呢 前面我已经讲过14讲啊 14讲前面的10讲呢 我就不再服输了 但是我愿意呢 把这个最近的前面的四讲 那题目呢 给大家温习一下啊 那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 那第11讲说呢 国家要实行法治 公民要有信仰 有道德 有文化 遵守 遵纪守法 服从权柄 这是第11讲 那第11讲呢 还要纪念约节 这是犹太人 纪念自己蒙拯救的节日 感恩的节日 也是牢记拯救和恩典 那么作为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讲 我们不一定非要过犹太人的约节 但是我们要铭记神 那就是我们要守圣餐 对不对 那么呢 我们还没有认识神 还不知道耶稣的人 那怎么样呢 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 如果能够了解到 我们很多的问题 是出现在我们自己的罪上 出现在我们自己的内在的 这个缺陷上 那么这个呢 那解决的方法 那最简单 最可靠 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方法 那就是信耶稣 就相当于你自己呢 这个 突然一天 因为感染了 拉肚子 然后吃抗生素一样 很快就治好了 是不是 对不对 还有呢 那么呢 就是第13讲 是神掌管历史 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是吧 那么呢 神呢 不仅是掌管过去的历史 现在的历史 也掌管着我们的未来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每一个社会 每一个民族 都有他的计划 OK 那么第14讲呢 那么说 圣经到底讲什么呢 是神的选民 也就是犹太人 伊斯兰人呢 他们的历史 是人类历史的样板 和重要的部分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 整个的旧约里啊 他这个圣经会两个 两个约 一个叫前面 三十有件书 叫旧约 后面呢 27件书叫新约 那么整个的前面 这个旧约呢 他都是讲的历史 对不对 里面都是设计的历史 都是设计的历史 那么这边呢 他实际上 实际上想神 想使用圣经 告诉我们说呢 说这个伊斯兰人 他们的历史呢 就是人类历史的样板 Po 是吧 解剖麻雀一样啊 样板代表 也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后面这个 这个新约的方面 那么那个时代 这个圣经呢 神呢 他已经把福音 耶稣 已经传遍了全世界 特别是通过罗马帝国 和保罗使徒啊 他们这是耶稣基督 所拣选的 这些啊 这个使徒 最重要的门徒啊 对不对 把他传遍了全世界 那么也带领着我们信主 好不好 那么呢 我讲的是前面的十四讲了 那今天呢 这一讲呢 就给大家分享了讲什么呢 就是说神 这个圣经 到底讲的什么呢 第十五讲 就是以始为见 以始为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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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呢 那么 我们知道 人类啊 那么我们都是 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我们想生活到好 对未来有预见性 对不对 那么我心里比较有把握性 很多东西啊 我们要回顾历史 过去怎么样 怎么做的 是吧 那么我们人类历史上 到底怎么样呢 你看中国呢 过去你说 哎 我们说那个秦皇汉武 是吧 后来有明清 是吧 还有呢 近代的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哪些方面 值得我们学习呢 是不是啊 哎 就是我们可以考察这些啊 中国需要统一 是吧 中国不需要军阀混战 是吧 所以这是中国人 一般的领悟的 基本的道理 但是呢 犹太人 那么他们的历史 他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 是不是啊 他们并没有 以这个为中心 而是呢 在神的引领下 那么呢 他们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 那么呢 他们的历史呢 我们也从他们的历史上 犹太人的 就是说圣经呢 还有这个历史书 有远古的 就是说 那么这个 这个摩西五经啊 那后面呢 有诗诗记 是吧 有约束亚记 有诗诗记 是吧 有列王记上 列王记下 是吧 历代之上 历代之下 后来还有一些 这个路德记啊 什么的 尼西米记啊 是吧 这些记 这些都是历史的部分 那后面呢 在这个历史和长河当中 又出现了一些大的先知 就有这个以赛亚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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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赛亚书啊 丹伊里书啊 伊西杰书啊 是吧 还有 对吧 各种各样的吧 是吧 这些 这里面呢 他那个时代 他是对这个历史啊 是一个补充啊 是一个记载 是吧 对吧 可以补充个记载 那么呢 那么我想呢 就是把 在于温习这个 以始为鉴 以始为鉴 以始为鉴的时候呢 他们 我们要找出 伊斯列他们这个历史当中 哪些方面 是对整个全人类有用的 是不是 要学习呢 要总结这里面的经验教训 增长知识智慧 避免我们少犯错误 OK 那么 从这个 这个伊斯列 他这个 元武时代 开始说起的话 他这么说 那么在这个 最原始的时候 元武时代 他说 神造万物开始 那么神造万物的时候 他造了这个万物 神也成为 伊斯列历史当中 不可缺少的主线 那么神 他是用话语来造人的 对不对 他们造万物的 他说有水就有了水 他有了水 所以神 他是掌管万有的 对不对 那么等神 他六天 他造完了一切以后 神要休息 从这一点来说什么呢 我们 神休息了 那么我们人干嘛 也要休息 对不对 并且神告诉了 这位 哪一天 地位圣日 要拿出来 专门侍奉神 崇拜神 歌颂神 对不对 其他什么功能不可以做 这就是说 那么神 他造了亚当和夏娃 是吧 那造了亚当夏娃以后 他爱这个亚当夏娃 他关心他们 就造了个园子 那学到什么呢 他在这个园子里 亚当夏娃干嘛了 偷使了金果 那就是造成的罪恶 被主出了一袋里面 那就是说 人和神的关系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服从神的命令 对吧 那这一点值得我们很多人学习了 是吧 我们脑子里的不仅没有神的命令 然后法治也不想遵守 只是怕犯法 犯了犯 惹麻烦 罚款 是吧 坐牢 是吧 对法是恐惧的 那么圣经叫什么 是敬畏耶和华 知识智慧的开关 认识一生者变成的聪明 那么我们更宁当敬畏的什么呢 是神 通过敬畏神 让我们能够遵守这个神 颁布的法律律法 这说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使徒 始祖犯了罪以后 那被组出了一殿园 后来这个人繁殖以后 他要建了什么塔 要荣耀自己的名 要建一个巴别塔 对不对 什么呢 他们要荣耀自己的名 结果呢 他们被神打散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在任何时候 不要被逼神高 是吧 对不对 把荣耀归于神 对不对 那么呢 后来呢 说了 重要的人物 这个亚伯勒汉 他就是信心之父 他是因信 因为你信 我就称你为义 是吧 是吧 这就是创世纪第十五章 第六节 特别讲到的 是吧 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 也是人 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和神的关系 是吧 我们要信神 这是信 比其他的都重要 对不对 信就其他都重要 那么摩西呢 神就给他立约 对不对 神就拣选 做首领 是吧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么神 你要遵守这个律法 然后呢 我才给你什么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世事纪里 他这个 以色列人历史 我们一史为 一史为净 一史为鉴 在这个 这个世事纪里 有一段经文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 比较好的idea 一个想法 那世事纪啊 第五章啊 不是 第三章 第十一到十六节 这么说的 他一色列人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这里耶和华 就是上帝神的意思啊 OK 恶的事 那去侍奉 侏奉巴利 侍奉巴利 离弃了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 耶和华 他们列祖列宗的神 去叩拜别神 就是四国 列国的神啊 惹耶和华发怒 然后呢 并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路 耶和华的怒气 向伊斯利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 抢夺他们的人手中 又将他们赋予 四为仇敌 仇敌的手中 然后呢 甚至他们的仇敌 前面再也不能站立得住 耶和华 兴起士师 士师就拯救他们 脱离 脱离 抢夺他们的人的手中 那么 士师的时候 是没有王的 那么士师的时候呢 这些人呢 他们就是 一阵子 这些伊斯利人啊 他住在迦南 一阵子呢 OK 又这个 去侍奉 就是看到周围的人 侍奉别的神呢 神 这个耶和华神 最忌讳的 就是你侍奉别的神 他是独一的神 而他们去侍奉别的神 还要干一些 其他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比如说 和外族人结婚了 什么呢 是不是 那么 这些不知道是 那么等他们一犯这个罪的时候 神呢 就惩罚他们 让他们这个失败 让他们被掳 让他们被打 是吧 就让他们被打 然后呢 那么 但是他们 他一旦马上觉得 哎呀 我们还打了 我们离弃了我们的神 我们是不对的 咱们就悔改 是吧 又归向自己的神 到这个时候 那么神就拆开这些 兴起一些事实的 来拯救他们 那我举着这一点呢 对我们这个 这个全世界啊 不同的民族 都有 都有这个借鉴作用 是吧 那么 我们一定要按照 神的旨意 公义 仁爱 和平 OK 公义 仁爱 和平 正义 坚持这个 那么 如果你 去侵犯别的国家 然后或者说 这个 自己为王 是吧 就会出现 这个 灭顶之灾 你看看在这个第一次战弹 第二次战弹 那么我们对第一次战弹 不是很熟悉啊 那个从这个第二次战弹的时候 我们知道 德国 日本 和意大利 OK 这三个轴心国啊 OK 发动了第二次战弹 那么第二次战弹呢 当时德国的时候 闪电战术 打变了欧洲 OK 然后要这个 这个 真的是看到 不可以试的 OK 那么最后在 斯大林格勒 战弹 是吧 那么最后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 那么整个德国 差一点王国 分成了东德西德 OK 然后很多的德国人 连西德 西德勒自己都自杀 OK 那么 日本最后 也是战弹 那么呢 那么给全世界 造成巨大的损失 来 差一点王国 是吧 也是最后 这个原子弹 炸了广岛和长崎 最后天皇宣布 无条件投降 Right 当时宣布 无条件投降以后 日本才保住 自己的国体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按照基督教的 圣经的理念 制定了和平宪法 那么特别是 宪法的九条 放弃战争 是吧 放弃集团 自卫权 是吧 当然现在呢 他们已经70年了 他们也开始建成 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 所以呢 那么这个些呢 只要你悔改 现在日本人悔改了 我在日本 中国七年多 我叫日本人 他们都是非常爱好 和平的国家 爱好国民的国民 那德国人 就是赔款 然后爱好和平 到哪里以后 派这个维持和平部队 他知道这个和平 来的珍贵 是吧 他们绝地不敢轻易 去发展战争了 就发展战争了 那么伊斯利人呢 他们这个历史的时候 那么就是要吸取 这个经验教训 是吧 要顺着这个神的旨意去行 去做 那么当时呢 在这个王国时代 比如说扫罗 后来神给他 安了一个王吧 对不对 他们就找了一个王 对不对 结果扫罗呢 这是比较体贴 这个 靠着自己的力量 是吧 然后没有真正 依靠仰望神 是吧 那么结果他也是 最后 被这个神 把可外的王 大卫给立上了 那大卫呢 是我们可以学习个什么呢 他爱神神可畏的 这是很好的 但是呢 他犯奸瘾 是吧 他能看到这个 他的军事的 这个妻子长的美貌 那么他看上了以后 把他叫到宫里上 给他行了瘾 行了瘾以后 又怀上孕 怀上孕以后 对不对 他还借刀杀人 是吧 最后神惩罚他 是吧 他有三个孩子 四个孩子 自想残杀 是吧 那么所罗门 是吧 他也很棒 修了圣殿 非常有智慧 可是呢 非常非常隐当 OK 那后宫几千几千人呢 是吧 最后什么 神也惩罚他们 最后 伊斯坦亡国了 那亡了国以后 是吧 然后呢 这个被都到巴比伦 是吧 然后整个国家 一直到 1948年 才重新 神在允许他们 这个建国 建国 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国家 现在有 得到这些 全世界 基督教国家 这个赞同和承认 是吧 尤其是英国和美国 他们的支持 所以建立了犹太国 那么现在呢 中东地区 乃至全世界 那么以色列 也是一个正义的力量 也是一个和平的力量 好不好 那么呢 他们对世界各国的 这个 各种科学技术啊 都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尤其 这个犹太人 他们在商业方面的才能 然后犹太人 他们是非常有信仰的 还有呢 犹太人在科学技术上 世界上有很多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 尤其比较中早期的吧 很明显是犹太人 那么我们在大学里工作的时候 各个大学的这个 教研师主任呢 还有这个医院的这个院长 科主任呢 很多人都是犹太人 有名的律师啊 这个老爷啊 还有这个商人啊 都是犹太人 所以他们对世界 有很大的贡献呢 那么呢 犹太人 他们就是啊 这个对圣经啊 非常那个热心学习 热心应用 然后把圣经的这个 除了我们现在这个圣经以外 犹太人呢 他们呢 他们那个 把圣经的应用和解释 然后呢 变成他们现实生活中 更直接贴近生活呢 就是他们的唐不得 我是看过他们那个唐不得的书啊 那么呢 是有时间多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么他对这个圣经这个 这个历史啊 他的故事啊 都有 都有很好的解释啊 注释 这个关注的 好不好 那么呢 等他们这个 这个贝 贝鲁啊 然后呢 神呢 让那个地上的王 允许他们回来 保持自己的信仰 回去以后建圣殿啊 那么这个 那么最主要一件事情 我们学习这个 犹太人啊 他们的历史的时候 一始为鉴的时候 那么我也想到 神 他不 他是守约的神 他给这个亚伯拉罕 立的约 是吧 亚伯拉罕因系 神就称他为义 那么呢 亚伯拉罕 神说呢 把你的儿子 是吧 以撒 献给我 作为番祭 那么亚伯拉罕 毫无迟疑的 早上起来起来 然后带着仆人 带上驴 然后带上柴 又就到山上去 他甚至到时候 他要献的时候 他把刀举起来的时候 神说 你不要伤害他 派对天神告诉他 那神也知道什么 你作为神的地上的仆人 你作为神的子民 你要敬畏神 顺服神 神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神不让你干的 你不要干 对不对 神不让你干 你不要干 那么呢 这样子给我们人 做事有道德的底线 知道我们要遵纪守法 是吧 那么有敬畏之心 那么我们这个人呢 就是说刚才说的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开始有智慧 OK 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 至圣者也是神 但是这个神 你得追求 你慢慢的 把它悟出来 通过读经 通过祷告 通过参加 这个 你说是这个 宗教活动 也好 主理的 在这个生活 也好 这是一个 必须付出的功课 必须成功的 那么我自己呢 在这个最早 2001年12月24号晚上 那这个圣诞之夜 信了耶稣了 那么那是一个绝制 是一个蒙拯救的 最关键的转折点 但是后来 你的生活 是吧 你得有一个 这个在朱里 有生活 这包括你就是 崇拜神 所以我都买了一个 Toyota Tesera 丰田车 抓门 每周 星期天的时候 抓门 洗脚会去崇拜 听到 给大家交谈 是吧 领悟 神 对我们说话 思考 是吧 参加各种活动 慢慢的通过团体 小组啊 然后后来你这个 既然做基督徒了 那你就按照神的教导去做 那么呢 你就是传福音呢 是吧 那么神呼召你 然后做这个 读神学 然后装备自己 然后做传道人 是吧 那你一步一步就走来 是吧 那就啊 这个就就就不一样了 是吧 就不一样了 那么在犹太人历史上 就是他们一始为练啊 因为神爱他们 神不放弃他们 那么神不仅要 就是说 当时给亚伯罕 亚伯罕立的约 就是说 你的 你的这个 万邦都会 因你的后裔蒙夫 那么作为这个 亚伯罕上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所以呢 耶稣 耶稣啊 他就弥赛亚 他的降生了 降生的伯利亨 那么一旦 耶稣降生以后 他就啊 这个前三十年啊 作为 木匠的儿子 是不是 装备自己 然后到时候 他就开始 就是讲 这个 这个天国进了 你们要悔改 是吧 传这个天国的 这个 这个福音啊 天国的福音 那么耶稣呢 然后最后 建立在地上建立的教会 招收他的门徒 行神迹 是吧 然后按照神的旨意 承计了 在十字架上 承计了救恩 让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的永生 那么我们 就是学习这个 这个 这个 学习这个 这个圣经 了解圣经 那圣经 想告诉我们 那就是说 我们要一始为鉴 一一 啊 以这个 一始为鉴 那犹太人 他们犯的错误 我们不再犯 是吧 你们背弃神 我们少 不要背弃神 不要犯这个错 对 亚当下 我都偷出了经果 那逝世的时候 那些人 他们就背弃神 然后就拜假神 神就惩罚他们 对不对 那么大魏犯奸瘾 对不对 神也惩罚了 是吧 也惩罚了 所以呢 让我们就是说 一直顺着神的旨意 然后那个 盼着弥赛亚的降生 然后呢 弥赛亚带了身 要认识他 OK 要跟随他 对不对 跟随他 然后行 走异路 不偏行 不偏行那个几路 是吧 不偏行走异路 行着神的路 去走 OK 那么 那么耶稣降生以后 那么整个人类 就进行了 到了新的时代 这个历史 就是 跟着耶稣的历史 走十字架的道路 不要怕苦 不要怕累 OK 世界上越多的基督徒 越真心 跟耶稣的基督徒 那么这个世界 越美好 越圣洁 否则 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然后人心的堕落 是吧 追求这个肉体的满足 那么整个世界 就会毁灭 这个大家体会 也比较深刻 是吧 那么2020年 这个1月份 从武汉爆发 这个世纪大瘟疫 造成了这个 这个 真的巨大的影响 是吧 那么呢 这个 现在看到 这个世界各地 这个社会矛盾 越来越尖锐 世界仍然重足 对不对 然后人类的未来 很多未知的 但是我们 信耶稣的人 又平安 我们知道 耶稣会再来 所以 那么呢 这个末世一定会过去 来了以后 还复活 我们要接受审判 如果能 你能够信耶稣 然后得胜的话 那么将来 这个在天国里 必须 进这个天国 进这个新的耶路撒冷 新天新地里 和耶稣 他们一起 和主耶稣 一起来生活 所以呢 这就是耶路撒冷 神呢 他会成就 他要成就的事情 那么我们要 迅速神的旨意 所以这也是 圣经里 特别告诉我们 以始为鉴 以始为静 这个道理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神 圣经里 到底讲的什么 讲的什么 那么呢 这个 以始为静 以始为鉴的 这个道理 特别是伊斯兰的 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 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 希望你喜欢 请把这个故事呢 分享给你的亲人 你的朋友 你的同学 同事 还有呢 这个你群里的群友们 那么想呢 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 好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